中国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精彩灯光秀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代 在北京从巴达岭长城到通州大运河 从奥林匹克公园到中关村科学城 别开生面的光影艺术 宁心俱立的文字 激荡出澎湃的爱党爱国热情 这个灯光秀非常的壮观 心里头有满满的自豪感 幸福感 成就感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在黄浦江畔的外滩和路加嘴区域 主题为永远跟党走的光影秀 用灯光的语言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看到永远跟党走的时候 给我们更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然后让我们在将来更多的去奋斗 更好的去建设我们的祖国 贡献我们的力量 在天津25公里的海河沿线 和全市67公里城市道路全部点亮 彰显出天津深厚的历史文化 与现代城市的繁荣与活力 我是真是亲眼看到海河水一天天清起来 美景是一天天的美起来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我作为天津人感到特别自豪 从6月25号至7月5号 每天晚上在江苏南京的一些红色地标和建筑上 都会上演主题灯光秀 展现南京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发展 这个场面也是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我们现在祖国是越来越强大了 而且我们的美好生活其实就在眼前 25号版 古城西安多个地标建筑开启盛大灯光秀 三情儿女在满城闪耀的中国红面前 表达对党的祝福 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 感到自豪的就是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自豪 都能够看到我们今日的中国 国力在强盛 百姓的生活在越来越幸福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中国只会越来越强大 然后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